大家好,我是Eva,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斯福兰2021年春季折扣的时间呢,已经公布了 所以呢,今天我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的购物清单 这次我的购物清单里呢,大部分的东西都是我之前用过很久准备回购的 还有少数几样呢,是我觉得自己需要 然后想趁这次打折买回来试试看 那我就先从Skin Care方面说起吧 护肤品类第一样,我要回购的是Pharmacy的Green Clean Makeup Removing Cleansing Balm 这个卸妆膏我感觉最近我在每个视频里都提到它 它是真的好用,不管是气味、质地还有卸妆能力 都是我目前用过最好用的卸妆膏 如果你还没有用过的话,一定要试试看 我个人非常的推荐 Pharmacy家还有一样,我想回购的是 它的这张有提亮效果的面膜 它里面呢,有椰子水和植物胶原蛋白 敷完皮肤呢,有种胶原蛋白满满的感觉 光泽度啊,还有皮肤的触感都非常的好 我准备再囤几张 然后呢,我准备买一瓶Clinic的眼唇卸妆液 50毫升的,出门的时候带会比较方便 我看它是可以卸防水的眼妆 而且呢,也不会刺激眼睛 而且大部分人都说很好用,价格呢,也不贵 我之前用过Clinic的卸妆膏 觉得它性价比不错 它和那个卸妆膏是同一个系列的 我觉得可以买来试试看 接下来呢,我想入手一瓶Farsali的独角兽精华 现在Sifaland App上呢,是断货的状态 就一个四种精华的套装 所以呢,我想等等看 过几天它们会不会再补货 之前呢,也跟大家推荐过Farsali的 另外一种精华 叫Liquid Glass Radiant Serum 如果你是喜欢韩式妆容里那种发光的玻璃剂 它的确呢,会让你的底妆看起来更透亮发光 而且它给你的光泽感不是油光 我是混油性的皮肤已经清测过了 所以呢,就是油性的皮肤也可以放心用 而且呢,它也能让你的底妆更持久 每次次反正打折,我都会回购呢 还有Dr.Danny's Gross的这个擦拭棉片 我觉得它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有时候觉得应该给皮肤做个深层清洁了 但是呢,又不想敷清洁面膜 我就会用它来擦一擦 用起来呢,非常的方便 一般涂抹类的清洁面膜 要敷15分钟再水洗嘛 用它的话呢,就省掉了水洗的这个步骤 我印象了,它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可以帮助消灭闭口 就是你发现脸上有起动的迹象 看起来呢,有一个小红点 默下有一个小包的时候 晚上洗完脸用这个棉片擦一擦 第二天呢,会发现 就是这个小包啊,会摸起来小一些 如果连续用两天的话 这个痘痘可能就自己烧下去了 当然它不是所有痘痘都会被镇压下去 有些我觉得毒素很大的话 它还是会发出来 但是呢,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急救品 而且呢,携带起来也比较方便 如果你的皮肤不是很敏感的话 我比较推荐酸度强一些的这个 我觉得效果会更好一些 但是呢,就是要自己掌握好使用的频率 爽肤水这次我想试用一下 RUN这个牌子的 它是可以去角质收缩毛孔 保湿提亮 还有让皮肤更光滑 我觉得比较适合油性啊 还有比较容易长痘的皮肤 现在天气慢慢变热了嘛 我对爽肤水的要求呢 就是要保湿控油 而且爽肤水用的比较快 所以我这次应该会买一个大瓶的 接下来呢,我想买两样 Peter Thomas Rossi的东西 一个是Cucumber Gel Mask黄瓜面膜 这个面膜呢,我之前有买过 我觉得平时用的话 它的保湿效果啊,其实一般 但是到夏天的时候 我还蛮喜欢用的 因为夏天户外活动 时间比较长,太阳比较大 大家知道晒完太阳 最重要呢,就是要及时的 给皮肤降温还有保湿 我夏天呢,一般是把它放在冰箱里边 有时候晒完太阳 觉得脸上发红发热的时候 就立刻用它敷一敷 它折利妆的质地呢 在脸上冰冰凉凉的 非常的舒服 而且呢,也很容易洗干净 我觉得对真理皮肤 还有帮助皮肤的恢复呢 是很好的 第二样,Peter Thomas Ross家 我想买的是这罐 24K精油提拉和紧致效果的面膜 我看review啊 大家对它其实褒贬不一 它比较吸引我呢 是它一盒里边呢 有30对 所以呢,平均到每一对的价格呢 其实并不贵 它看起来呢,像是果冻的质地 所以呢,我打算把它夏天 放在冰箱里用 应该会很舒服 而且呢,打开就直接用 也比较方便 第九样我准备下单呢 是New Face搭配他们家美容仪用的 一个Gel Primer 买他们家美容仪的时候 配套送那个Primer呢 就是每次做完吹门 是要把它洗掉的 现在他们家呢 出了一个免洗的 就是每次用完美容仪 把脸上多余的按摩镜 拍拍,让皮肤吸收就好了 所以我觉得用起来会很方便 我那个New Face的美容仪 我已经好久没有用了 希望有了它之后 可以提升这部美容仪的使用率吧 Caudalie之外 我刚刚用完了一个试用妆 感觉蛮喜欢的 所以准备入一个正妆 但是比较了一下发现吧 就是斯芙兰的价格 八折后呢 还是比Costco要贵13块 所以大家还是在Costco 或者更便宜的地方买吧 Oley Hargson的这个三件套装 我看了很久了 里面有一瓶早上用的维森精华 一瓶碗间精华 还有一瓶早晚都可以用的 Mortherizer 其中黄色的提亮精华 我之前有买过 觉得使用感不错 其他的两个呢 我好像只用过小样 这个套装 我感觉它一年四季 好像都在打折 现在买的话 折上折 我觉得还挺划算的 因为它的包装比较小嘛 所以出门蛋的话 也比较方便 接下来我感兴趣呢 是Too Faced Henover三合一的一个 妆前喷雾 它可以用来定妆 平时皮肤干的时候 也可以随时拿出来喷一喷 之前在年度爱用彩妆里面 跟大家分享过 它家新出的一个 Bornlessway持久粉底液 我觉得挺好用的 现在正好缺一个 定妆喷雾 所以呢 就决定入手这个 看它搭配那款 粉底液的妆效 会不会更好 下一个在我商品历上呢 是Solid Janeiro新出的 粉色这款Body Cream 它们家黄色和绿色 那两罐身体乳呢 我都用过 黄色那罐 它味道很香甜 滋润度也很高 我个人觉得更适合秋冬 绿色那罐呢 是椰子香味的 质地呢 非常的水润 比较适合在 闷热的地方用 粉色的这罐 看视频和图片 我感觉它的质地 应该是介于这两款之间的 而且它主打的 水果的香味 还有明亮的颜色 都很吸引我 一看就给人感觉 很夏天 让人心情很好的感觉 我还挺期待用它的 以上呢 是护肤品的部分 在我继续分享 我的购物清单之前呢 我想听大家 在北美购物的话 一定要利用 反例平台 利用反例平台 购物跟你平时 网购是一样的 只不过呢 你就是要通过 它们的平台 再进入你要去的 商家购物 这样呢 这个平台呢 就会给你一定 百分比的现金反例 比如这次Sephara的折扣 如果你是入职购物员的话 用它的打折码 在它的APP 或者官网上购物呢 会有20%的折扣 但是如果你利用 反例平台 再进入你的 斯福兰的账号购物呢 不仅会有20%off 这个反例网站呢 会再给你一个折扣 就相当于折上折 我的信息来里呢 有一个给你们的小福利 是Go Cashback 反例平台的注册链接 通过这个链接注册呢 会拿到8块钱的 反例奖励 我把它和大家在北美 知道了比较多的反例平台 Rakuton 之前叫Ebates 比较了一下 Rakuton呢 它给斯福兰的反例 一般都是固定的 2.5% 那Go Cashback 它给斯福兰的反例呢 是在4%到7%之间浮动 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而且它给大家喜欢的 其他的一些 电商的反例比率呢 也比较高 所以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如果你网购比较多的话 利用反例平台购物呢 是的确可以帮你省钱的 接下来彩妆方面呢 我最近没有特别感兴趣 想要尝试的 而且现在店里 还不能上手试色嘛 所以我觉得 忙买的话 总觉得 买得不够放心 所以呢 我就还是 只会回购 几样 我经常用的 我会买两支 我一直很喜欢的眉笔 一个是 Earthglass的 Archbrow Sculpting Pencil 这支呢 我非常的推荐 它呢 很快地画出 很自然的眉心 直妆效果很好 而且呢 颜色也很自然 眉心比较细的眉笔 我现在是在考虑 Anatasia Beverly Hills的 Brow Waze 还是 Benefist的 Eyebrow Definer Anatasia Beverly Hills的 我回购过很多次了 Benefist用起来也不错 而且呢 感觉要比 Anatasia Beverly Hills的 要精用一些 但是呢 我觉得 Benefist的颜色 好像有点偏黄 没有就是 Anatasia那么的自然 这次呢 我可能要选一个 稍微深一点的颜色看看 口红的话 我打算入一支 NARS的 American Woman的正妆 我手上的这支呢 是用积分兑换的小包装 已经被我用的 完全都擦不出来了 它颜色的话 如果你用过 Pemagras的Omni 觉得那支 颜色太深 太有距离感 它呢 会比Omni的 粉调多一些 灰调少一些 感觉呢 更容易清静 更有少女感 是我很喜欢的 偏欧美粉的 自然日常 耐看 又比较适合 我们亚洲人的 裸粉色 接下来呢 我想买一把 电热的直发书 因为我头发 有自然卷嘛 而且发量比较少 看很多人说 这种电热书 要比直板家 容易上手 而且呢 效果也更自然 所以呢 我现在在考虑 GHD和 Amica 这两个牌子 Amica买的人 好像是多一些 但是因为我 从来没有用过 所以我不太确定 这种工具 是不是值得入手 如果你们有用过的话 可以在下面 给我一些建议 最后一样 我要回购呢 是Beauty Blender 黑色这块 洗化妆棉 还有化妆刷的肥皂 清洁力呢 我觉得要比 他们家白色的那块 还有液体的肥皂 要强很多 价格呢 是要贵一些 但是呢 洗得非常的干净 而且也很禁用 所以呢 也非常的推荐 以上呢 就是我准备 利用斯福兰 这次折扣的 一个购物清单的分享 希望大家也能买到 喜欢又好用的东西 那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